一 二 二 二 三 交换场地以后来到第二局的比赛 球迷朋友 现在您看到的是第二个单项 女单 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呢 李雪瑞是赢21比16 八一队今天是在主场由李雪瑞迎战江苏队 江苏队女单 王世贤 八一队 好球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李雪瑞 在一个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打到了拍框上 之后呢 他是迅速的调整过来 刚才这个球呢 也是砸在界内 判断很准确 李雪瑞刚才这个反派的质量很高 好球 这个滑板 其实李雪瑞刚才这个球呢 也是步伐没能移到位 也是通过了一个 头顶位的 比较勉强的滑板 但这个球呢 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这个球是质量很高 五笔 漂亮 他这个正手推其实自己是非常有把握的 这个就事实上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 但是这个球就是稍稍的偏出了 还是比较可惜 这个大家要求都非常高 对 之前刚才这个落点也是砸线球 几乎是 这没办法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这个不把球做得尽量高质量一点 也很难有机会 但是又很容易出错 好球 李水瑞没有刻意的要把往前推的很有质量 因为那几个放网其实都是战术放网 带过度性 对 事实上李水瑞更应该把这个球给拉得更开一些 打这个球 还是弧度 还是一个问题 对 的确有 前面的比赛 就是他对王世贤的第二场的比赛也出现这个问题 角度 弧度给的不太够 但是会不会也考虑到如果抛线给的太足的时候 就是给王世贤更多的步法的调整的余地 这样的话如果平一些球速会更快 但是如果是平一些的话呢 这样的话自己的防守压力也会增大 那也是 就是王世贤杀的可能更舒服 好球 这中国女单的守法的功力啊 就相当可以 这两位打得非常好 这个球要放过去的话 王世贤真的是不好打 对 那李水瑞打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耐心的 他现在还是能尽量的去限制对手 他这个往前有几个球都是打得很耐心 把对方先的站位先引上来 再做后场的处理 好球 非常漂亮的滑板 好球 双方 是充分的 利用自己各方面的特长去调动对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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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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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比5 李雪瑞還是保有4分的領先 好球 這幾個球的質量都很高 這段時間李雪瑞能加強了 在對王世賢後場的控制 尤其這幾個平高球 打的質量非常的高 這球其實 這個因為 王世賢還是比較穩妥 先把這球回過來 事實上這個球有點出界的嫌疑 李雪瑞其實這個球也是意識到的 這個球應該是個出界的球 所以自己都沒做好連接準備了 對 但是沒想到王世賢還是把球給回過去 他是一個主動失誤 嗯 總體感覺王世賢 在正常比賽他的一個 限度還是比較單調 然後採取這種下壓的機會 對Ompo那個點的選擇 還是沒有李雪瑞的多 依舊是沒能把這個球給打得很開 反觀李雪瑞呢 依舊是採取他自己那種 高壓的這種戰術 通過平高球壓制王世賢兩個底線 控制整個場面 控制整個場面 通過在頭頂位 兩個底角的一個批掉和滑板 採取一個進攻的機會 對王世賢來說 更應該耐心一些 對王世賢來說 對王世賢來說 剛才這個正所謂的突擊 打得非常好 好球 這個拉得很開 好球 李雪瑞還是把球頭給找到 這個多拍回合充分展現了兩位女球員 她們的技術的細膩的程度 就是能在高速的運轉的過程當中 還能把球控得這麼穩定 而且質量非常高 在重複往前的時候 雙方都非常大膽 而且又要留意對方的快推身後 都把球搓得很貼網 好球 好球 還是壓身後盒打側轉 打得比較到位 事實上這個球呢 對於李雪瑞來說 也是比較難受的 是 因為大範圍的這種調動 讓他確實是這個跑動有點吃力 但這個球呢 是確實是 王世賢沒能堅持住 嗯 他搶點搶得很快 李雪瑞 而且剛才這個快推啊 做得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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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外 剛才這個多回合的球 也讓王世賢的體力消耗了不少 這個球呢是一個動作有些變形 导致了出界 李水瑞依旧是抢的点非常的高 一直是保持着这种进攻的这种态势 尤其是对下一排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 孙吴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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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能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李雪瑞既要保持这种进攻的态势 但是与此同时呢 他的体能的维持 包括刚才他整个 在场上的移动 因为是因为 相当就是体能受限 不但实力接近 而且两位球员呢 在现场有大批的粉丝 各自都有一帮支持者 李雪瑞更应该调整一下 连续丢了两分了 要是拖到了决胜局呢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 会是一个打击 王世贤还是想把球打得更刁一些 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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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非常漂亮 哎呀 好球 还有 声音这个球估计都挺让大家意外的 在这种 已经是大家都各有很劣势的时候 但是没想到都能化险为宜 我觉得这的确是第一个是有技术 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球感啊 这种球就是打本能的了 有时候都都没有办法纯粹用技术来评价 就是本能的一个反应 而且球感非常好 事实上两个两名球员都是非常的大胆 在往前球方面呢实行了实行了一个对戳 王世贤突然加快了一个自己的进攻 而不是一味的打拉掉了 现在是为自己在争夺一些分数 好球 李雪瑞的这个动作的 一致性和隐蔽性确实非常的强 那么在头顶位 刚才王世贤呢 还是以为李雪瑞会打一个平高 但是采取了一个下压的战术 这个球打的是意想不到 机会打失了 李雪瑞刚才这个球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压制底线 正好又是王世贤回了一个斜线 一个他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正所谓的突击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呢李雪瑞现在也是他一个体能的极点 他必须就是尽可能平稳地度过这个极点 但是又不能让场上的速度下来 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点 王世贤现在球速上不放他了 他看断非常准确 对 因为分数上其实是李雪瑞领先 所以他其实在怎么度过这几分 也是考验他功力的时候 打慢的话更加没有机会了 王世贤也是看准了这一点 也想进一步消耗他体能 所以这一点其实挺纠结的 你看这个李雪瑞的体能啊 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点了 这个上网都非常难受 这个时候也很容易出现受伤 所以有经验的运动员也必须是 就是在尽可能过度平稳过度的情况下 还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所以李雪瑞一定要趁胜之机 对 如果是拖到决胜局的话 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对 这最近咱们中国羽毛球队员受伤的还挺多 包括广东广州都有球员受伤 包括夏静云伤了 然后呢中献心伤了 然后呢包一心腰部也伤了 所以这个也是跟比较紧密的赛程 和比赛的强度是有关系的 就伤的还挺严重 现在中献心的半月板呢也是估计是大伤 这个球应该是在界内 对 19比14 还有两分 对 就是反倒是刚才在 在12比16啊这样的比分上 王世贤没能打出变化来 还是比较被动的跟随李雪瑞的节奏 事实上从比赛的一开始 两局比赛一开始 他王世贤一直都是 就是分数拉的会 一直会拉的比较开一些 这也是他比较被动的局面 但他要赶回来的话 真的是比较困难 对 所以每一局比赛单打 这个开头是非常关键 对而且因为他们俩实力也太接近了 还是保持速度和下压进攻 是李雪瑞做的非常难得的一点 好来到了场点20比15 太可惜了这个球啦 太可惜了这个球了 太可惜了这个球了 好球 其实这几分还关系到另外一点 黎一雪瑞现在对稳定军心非常重要 他如果能拿下这一分 让巴一队2比0领先的话 后面的两队小将 熊瑞和肖佳可能打这个混双 打女双就心里就舒服一点 对 就没有什么压力 对 后面还有一场女双紧接的 熊瑞 肖佳对宣子晓离和汤清华 对手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有可能 这个看主裁的一个判定了 好的 那么这场比赛呢 连下两局 李水瑞21比16和21比17 为巴一东林集团队再拿到女单的一分